牛奶加鸡刀 牛奶加鸡刀 汤底筋面粉 抹茶 过滤一下就不会有汤 就是要一直搅一次搅 对 放到一张锅 加了面粉 哇 凝固了 对 慢慢煮它就会凝固 这时候都要一直不停地搅 不然很容易就煮掉了 学三天的学会了 学两天就可以了 学一天就可以了 你看我做一遍你已经会了 所以要加四几个东西 一定要炸到里面熟透 有随意 就不会辣吧 鸡刀 冰糖浴用 对 我浇的会熟痒 过公婆婆会提前给我下饱 哇 这也太好了 然后中午它煮饭 你们太幸福了 我们它其实连生活会都只要白白吃了 不要给生活会 它们也不要 也不要 直出其他很大多用 糖度的话 我有稍微控制了一下 其实我的直接就画在这些煮上面 早上配料下午摆汤 每天都固定这个店 卖完就会收汤 如果没有卖完 11点收汤 我也会把它倒掉 挑这一点也够了吗 没有 今天差不多收三十几个 这一点收三十几个 皮毛才会脆啊 你为什么不挑一大桶呢 面糊如果调太久的话不好做 哇 这个 你要加得跟不认情人一样 很多个人说这么瘦 老板从来不熟都 几点出汤 4点出汤 卖到11点 这一天最多能做几个 200多 300多 印尼的每天销量是最多的 100多就了 半年多 很多都是老顾客姐姐过来的 基本吃过的都能排好 这一锅几分钟啊 8分钟左右 你这套设备需要一万块吗 这台信息1000多 这辆车9000 刚好一万 诶 总共是14种口味 还少了一个抹茶珍珠 这15种 你的残位你两个了 它是联系来帮我 我老公的姐姐 我老公没打 但是老实 挺快 肯干就这样 这个玉璃籽佐 他会好奇为什么 我的珍珠奶茶 可以包在这里 哇 这个鸡排的 料很多 哇 这个还蛋黄 玉璃蛋黄还肉中 料很足 皮很薄 它外面这皮吃起来 比较素肩的 咸甜咸甜 然后这个玉璃籽 碱面沙沙的 要它主要很环保 好